這個是兇嫌 這個是死者的 那死者的哥哥跟他是夫妻 所以現在他死了 可是他以前的貸款都是他在付 那現在他死了 這個房子就變成是哥哥的囉 這個房子不一定是變哥哥的 因為他有個弟弟 因為今天我們要知道 什麼繼承的狀況 那我覺得常常講 弟弟跟哥哥分嘛 弟弟跟哥哥一起 如果今天 我就讓你們貸死 我還付了那麼多貸款 結果有剩下你們的嗎 這個問題是這樣 關鍵在於這個哥哥是不是共犯 是不是在行兇的時候知道 假設說他是常立 他之後看他太太殺了人 我才知道 不一樣 跟我一起去把他殺掉的時候 如果可以證明他們是共同去殺他的話 他是不能夠繼承妹妹財產 因為他要喪失繼承權 因為哪有人說把人家殺死的去拿他財產 法律上也不准許 這叫絕對 只要有這個事情 就算那個人沒死 這個沒有把他弄死 但是還是喪失繼承權 那這樣就變弟弟了 對 就變弟弟了 可是如果今天他 如果今天是太太說 都是我自己一個人做的 那時是失守 不小心就那個 然後我先生是回來還看到 這個先生還是可以拿到 還是有繼承權 那如果他是協助一起用水泥打 協助的時候 協助的時候 協助是形式上有 就是太太如果殺死 我回來了 把妹妹殺死 我去幫忙的時候 這個也不能說 這也不是殺害死者喔 因為你在行凶的時候 之前他那個 他如果不知道 但這個到底知不知道 要等到法院來看 也沒人知道對不對 我們只能分析說 他如果今天 所以如果照道理來講 如果以他們來講 他們也說不知道嗎 因為太太失手殺人 那跟先生沒關係 那最後的話 就會回到說 那今天這妹妹他有 大家你看 那回到他的房產 是三分 妹妹是三分之一嗎 哥二三分之一 弟弟三分之一 這三分之一妹妹的房產 以及其他他的現金 是誰繼承 那法律上 我們就要看他的原則 法律上原則 把這妹妹放在中間 叫做被繼承人 那他又沒有小孩 那妹妹又沒結婚 那父母親已經過世了 所以就是他的兄弟姐妹 去繼承他的財產 那所以他的弟弟跟哥哥 都可以拿他 他全部財產 是第三孫位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自己這樣子 我覺得很可惜 大家在處理財務上 沒有那麼的精準 你看妹妹付貸款 那你付到貸款的時候 其實你不用跟他爭 你應該這麼說 這貸貸應該每個人 都要付三分之一的 我幫你付很簡單 那你的房子 未來持份要給我 等於底掉 我今天幫你付錢 抱歉 你現在沒錢嘛 說都這樣說 但是有時候要叫他簽 他就不需要簽 對不對 我沒分啊 對對對 這個家人不容易 有時候就變成說 如果看到他這狀況 應該可以先離開再用 有時候是先離開再用處理 隨便舉例 我們兄弟姐說 你要把我捏五百萬好了 你敢不叫他什麼借據 一定要 對啊 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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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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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說 你可以說 我以後再看什麼 可是我認為這一定要 留下來 因為 有時候 這張借據 是可以當作 我認為啊 情感好像不應該 可是你寫得很清楚 有時候 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用得到說 這張借據對你的人生的 比如說 你看我真的有借他錢 有時候不錯 不然就不要借他就好了 你寫到那 不然要寫就不要借了 不然要寫就不要寫了 不不不 一定要寫 我的意思是說 你要寫這個借據的時候 就不要借他了 你就說我沒錢了 你如果要借他就不要寫這個了 我看不然就是 因為兄弟感覺就是 我把他去賭三天 這個新人 就給你 就給你 我要借你這個錢 我就不打算要回來 不然我就不借你了 這觀念是對啦 不過我覺得寫這個好處是 換你講問太太太就慣啊 我們那台官也要寫一下了解一下 對不對 那我覺得寫這個東西 他會有一個確定的效果 不然的話有時候 當然你會覺得拿不回來 可是不白白 不是 因為這有一個問題 你寫下去之後 本來兄弟做不成兄弟 為了錢就做不成兄弟 你會借一大堆錢 很簡單 他跟你調了五百一千 甚至不要說一億好了 那跟大利在借兩千萬 那未來你那個兄弟 你的大哥要破產情況下 你這種說 啊我已經我有救贏 我等於是幫他 他假遊動房子要拍賣 你可以你可以主張說 我真的有借他錢 我把他的錢保住 我再講清楚一點 你的兄弟如果是有不動產 因為很多融資什麼狀況 他會去跟高利貸什麼借錢 跟大利在借了五千萬 那真正大哥你借了一億 那你都沒有寫借據 那未來以後法院拍賣 有借據才有那個權利 你要去分配 因為這個我處理過好多件 不好意思 蘇大哥跟他差個話 不會不會 類似這種兄弟借高利貸的 太多了 但是後面怎麼處理 借的時候 他馬上就寫借據了 當天寫 把日期往前抓 自己親家的 我帶你保留這間房子 你怎麼可能沒錢 現在看得到的借據 百分之一百都是事後寫的 來啦 你就知高人和 來跟我調五百萬現金 說什麼時候要還 來 中華民國一年之一 來 日子往前推 來 來簽個名 你做不出來 自己親 沒辦法做 你做不出來 這要看兄弟 對對對 那你們中 還是你們中人 要交錢 要笑 要笑 我告訴你 真的 我那個 我姊姊的兒子 就是我姊姊他們 他們有 他就是跟我借 我說要笑 但最後坦白講 我沒有拿 沒有藥 你知道沒錢嗎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寫 因為一方人大家 以後才會清楚 再清楚 有時候 因為我碰到很多法律事件 就是說你 真的不要變假的 因為說我也不想 鄭大哥怎麼可能去倒田 真的要幫忙 我真的之前借你啊 他就是這樣幫忙 但是 我真的覺得 不一定 所有人要回來 但是寫還是要寫 什麼時候用到 不知道 但是寫下來 你不會說 我姊姊姊 或是我們中人中 他幫我照錢 我叫他先借錢 他想說 我默曬 要怎麼樣 默曬就拿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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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提醒他 眼淚都可以 滴在紙上 對 對 現在 真的 我覺得 不會 會覺得有點不盡情理 但是要做 真的要做 因為 因為你有時候你不錯 我們人很辛苦你知道嗎 我們很少人 人家又把我們練髮髒 沒有髮髒 但是鄭大哥心軟 因為我們現在碰到太多狀況 真的 他就跟你靠嘛 但是裝可憐嘛 一直跟你爐嘛 那你到底給不給 所以我覺得是看狀況 好的兄弟姐妹或親戚 沒有 就是說你真的很信任他 你是不用去寫這些東西 但是對那些已經有錢坑 借錢不還的 或是根本就不上進的 想辦法就來 拗親朋好他有錢的 那種要嘛就不借 要嘛你真的要借 你就給我寫借據 我覺得這要分情 像我們 我們當人當我們 如果是假裝沒辦法 簽自己的名字 就一樣啊 不然就 應該這麼說 他跟你借錢 你如果覺得送他 那你就不要寫 他跟我說 不是你如果跟他講 對啊 不然沒關係 回到手營 那是說 沒有這樣啦 用陸營這樣 陸營 陸啊 喔不好意思 這樣不行啦 你不行啦 啊你會手 你怎麼會手 他怎麼會有 不過我覺得有一個 另外的方法 可以用陸營 現在手機很清楚 就是說 就錢嘛 如果是長輩這樣的時候 是可以錄影 或者是把它弄下來 其實也是有效的